而由于三合一选战结果不如预期 再加上马总统的满意度持续低迷 现在根据了解 马总统已经急召在美的辅选大将金普聪 要尽速反国来救火 金普聪可能会出任总统府 也可能会以民间有人的身份 来协助马政府危机处理 对此总统府发言人王玉琦 他是表示说他一无所惜 而金普聪的访问学者身份 原本是到明年元月结束 但是马总统急召 金普聪很可能因此提前反国